我自从星期一上课 真的非常好 有一个人他真的祝福了我 有一个Jay有机会去 因为Jay他真的想去见识一下这个人 他是一个年纪大的女人 又不是老的 可能五六十岁那类 或者六十岁 但他真的整个笑包 整天都笑 很开心 他又说教导 他又很开心 他见到我的时候他很开心地祈祷 他有些你感觉他很过程 他祝福你 但是他的过程是 好像妈妈 他很疼你 很多福气都淋在你身上 他一直祈祷 一直推着我 但我又觉得很喜欢 因为他很有活力 整个人都很松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的人 真的很开心 没有说 浮眉苦脸 不开心 很放很放的 我觉得这个人的灵真的很松 好了 我问问你周围的人 你觉得他的灵是否松 不是的 多数人不是的 是吧 多数人呢 你见到同学是否多数很开心的 不是的 是否多数祝福人的 不是的 基督徒是否每个人都起落 不是的 有很多人不起落 就是他的灵受捆缩 所以你留意自己的时候 我又没有猛疹 激气 想起一些不好的东西 或者看一些不好的网页 看一些污蔽的东西 心里经常记住哪个人的坏东西 或者心里说 哎呀我没用的 我是笨的 我是笨才 我一世都没有什么出色的 这些观念呢 你告诉自己 你真的会变成这样的人 但如果你说 神是会使用愚绝的人 去胜过那些聪明的 有智慧的 你相信的时候 神就帮你冲破 所以你要留意 你的心灵里面 有什么是控制你的 一会儿你少了的时候 你要分享 你有什么思想 有什么情绪 有什么信念 在你的心里面 可能你相信 哎呀我永远都是没什么用的 或者有些人灌输 那些重男轻女 哎呀我都是女孩子 哎呀我都是没什么出色的 这样的时候呢 这种观念就会影响你 那它影响你呢 是整个人影响的 它影响你的魂 不得轻省 你经败的时候呢 不得轻省 另外呢 它影响你身体 当你的灵魂不得轻省的时候 你的人都好像累一些 那些人好像经常都累 其实我呢 大过你们很多的 应该累了是我先的 但是呢 我有时候跟他们去旅行 那些人说 好累啊 哎呀好累啊 那我 我都没累 我还是这么有精力 有时候我跟他们去完旅行 接着我回家 还有时间 我有时候呢 以前去打球 因为我那天想去打球 我没有打球 那我还是有精力 那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是保持自己的灵魂轻省 虽然我也有重达 我也有的 但是我不会用它留一段时间 但是我现在知道这个教导 我更加留意 就是说总之我一觉得 咦我有一点害怕 那又害怕什么呢 这么大一个高大人 害怕什么呢 有时候害怕 哎呀 教会增长会怎样呢 或者最晚的事情 在我心里面 觉得有一种惧怕 不知道后果会怎样 有时候就没有原因 没有原因 自己就害怕 那你发现这种害怕 是对我很大影响的 有些人就没有原因 就愤怒 有些人很愤怒 什么都很不喜欢 为什么那些人这样 为什么那些人这样 那你发现你里面有一种 愤怒啊 看小自己 或者呢 是觉得自己没用 低的自我形象 这些都全部是捆索来的 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个经文 在高龙多后书第七章一节 这里讲到我们应该怎么做 高龙多后书七章一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既有者等应许 就当结淨自己 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蔑 敬畏神得以成性 在这个经文 保罗就告诉我们 亲爱弟兄啊 这句说话 我们又学了一件事 祝福你的灵魂和身体 什么叫祝福呢 譬如有个人说 你没有用啊 这句说话 祝不祝福人啊 祝福啊 祝不祝福自己啊 都不祝福自己 因为你踩低的人 不是代表自己高一点的 是吧 当保罗说 亲爱的弟兄啊 这个是不是 是不是祝福人啊 是祝福人 当你有笑 对人笑的时候 是不是祝福人啊 所以我们经常都要想 祝福人 祝福人的时候 自己都会怎么样 都会被祝福 你会开心一点的 当你祝福人的时候 保罗第一就是祝福人 我们时时要祝福你的灵魂体 就是经常都说 神啊 你给我起落 就是经常用神的话语 神的应许 神的同在 祈祷赞美 诗歌 其实这这么多的资源 你有没有用到呢 这么多的诗歌 你可以用在家里 你电脑只是播放这些 晴晴太太的歌 听完是不是真的好呢 即使阿J说 看了那些电影 看完之后觉得 是什么感觉 潮水的 那些电影是不会令到你 你能够兴奋开心的 因为是看到很多人的问题 所以你不要用那些东西来 喂你自己 你经常喂那些东西 你就自己 人就变得潮水了 但你用神的话语 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 他信耶稣 他想去天堂 天堂最好 但他不明白在世上 可以有天堂 世上怎么可以好 好似在天堂呢 就是当你时时 你的灵魂得到饱足 这样的时候呢 你就是在世上好似在天堂 我们这个教堂 我们的目标 地上如在 天上 是这么喜乐的 他说亲爱弟兄啊 我们既有这灯 应许 这么多应许 神答应我们这么多好东西 是吧 要捉实神的应许 神要祝福我们 使用我们 要捉实的应许 就当结静自己了 为什么要结静呢 因为 我里面有很多罪 很多罪的习惯 很多污蔚的意念 很多情绪上的问题 要结静自己 那结静什么呢 他说要结静什么呢 身体和灵魂 一切的污蔚 你所有你的身体上的污蔚 譬如有时候我们吃的太多 这种污蔚的身体 会积聚很多污蔥的东西 吃的肉太多 也积聚很多 进来 进来 可能你的儿子 你叫他进来 不要紧 他在外面可以移动 那么 除去身体灵魂 就是你的灵和神之间的关系 可能有些障碍 你的魂里的思想不好 你的情绪 有什么不好的时候 你要结静 我们稍后会讲到 如何结静 敬畏神 即是尊敬神 体重神 神是圣结的 神是公义的 我要尊敬祂 得以成圣 成为圣结 成为圣结 圣结有两个意思 成圣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就是 耶稣圣灭的罪 你就成圣了 就是耶稣将圣结放在你身上 第二就是 你的生命成长 你有耶稣圣灭你的罪 你就要去爱人 爱神 要遵从神 不仅是你信耶稣有成圣 你的生活也有成圣 所以这个经文提到 要结除你身体灵魂的一切污蔑 然后我们看罗马书第七章 这里就讲到我们里面 是有很多罪的问题 因为我们有罪性 我们有罪性在里面 我们一起读 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开始 我也知道 在我里头 就是我肉体之中 没有良善 因为立志为善又得我 只是行出来又不得我 故此我所愿意的善 我反不作 我所不愿意的恶 我倒去作 若我去作 所不愿意作的 就不是我作的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 我觉得有个律 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便有恶与我同在 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 我是喜欢神的律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把我老去 叫我负从那肢体中惯罪的律 我真是苦啊 谁能够我脱离者 取舍你身体呢 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能脱离了 这样看来 我以肉内心 顺服神的律 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我简单地讲这个经文 这里看到 里面有个问题存在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肉体里面 肉体就不是指你的肉 这个问题不是在肉 是在我们的罪圣情里面 在罪圣情里面 是没有律线的 就是我们阿当犯了罪之后 他所有的后代 都有带着这个罪圣情 在神学上就形容这个罪圣情 就像车胎黏了一些泥在那里 有骚髒的东西 它不是属于那样车胎的 但是它是车胎之外的另一样东西 这个东西将来会洗脱的 可惜就是今世洗不脱的 这个罪圣情 我们到死的时候 都会有罪圣情 但是一离开世界 你就摆脱了 就是大解脱了